公司是小家族生意做起的 在2001年由我舅舅去創辦 直至到2009、10年的時候 我們發覺業務的發展開始停頸 當時就開始建立一些新的業務 例如我們批發和工程的業務 而這兩個新的業務還超越了我們零售方面的turnover 證明我們當時要轉型的決定是對的 我們有一個featurewritingshop.com的網站 其實這網上的生意做了很久 零售業務是有樽頸位的 我們就慢慢想我們怎樣加一些風扇燈 要做一些自家的東西 無論是對品牌發展方面 甚至是margin方面都是很大幫助 我們有了這些產品之後 就可以想銷售渠道 其實好幾年前我們和Fillipo合作 Fillipo再和Disney或Marvel合作 他們出了一些一系列的兒童燈具 譬如文具譜 一些玩具譜 慢慢建立了這些channel的relationship 就可以再銷售一些 很多本土設計師和本地的商家合作 譬如設計一些家具和燈具 再銷售一些本地 其實我們的mixture 我們又會代理一些歐洲牌子 變成很多歐洲風 北歐風 工業風 這些都是trendy的 現在怎樣再結合這個智能省電 由smart enable 它 就是用gesture去控制 用voice去控制 現在很多智能化的產品 都有這個元素 因為以前所有東西都是hard wire 全部東西都真的要拉線 變成你要裝修之前 已經要考慮這些東西 但現在技術成熟 很多東西都是wifi enable 可以很容易 或者用一個相對成本低的水位 去用這些產品 我們的supplier 我們合作了很多年的supplier 我們就做一些OEN和ODM 我們和很多本地的 收入設計師樓 職樓去合作 品牌的連鎖店去做設計 它就會倒模式 北京開店 上海開店 他們就會用回我們的燈具 或者我們的燈光控制系統 那麽感覺 不只是請一個販商的同事回到 不只是請一個銀行的同事回來 等下要背後的工藝 有些工藝 有些工藝 甚至有些變工牌的師傅 整個團隊去合作 你要花時間和慢慢逐少每件事去砌出來 例如對我們的員工 怎樣除了在人工以外 我們可以給多些歸屬感 或者給多些東西我們的員工 就是剛才所說一部分做起 可能在醫療的利益上 可能是在工作環境上 可能是在工作生活平衡的政策上 逐一件事去砌出來 慢慢建立了一個文化 就是我的同事真是 proud of working for 我們之餘 又是肯用心去做工作 而不是只是按單就張 去逗你這份人工 我就給出這麼多力 慢慢建立了這個文化 自然那個 internal gelling和力量會好 Focus 可能找一兩個商會 真的適合你行業的發展 或者適合你個人的發展 那你慢慢在那裏再建立 如果發覺你建立一兩年 你覺得都不是這麼巧 那我就再建立了 透過很多商會 去認識了很多政府的資助或者基金 那接下來我們又會用BOD的資助 去打造內地市場 之餘我們亦都會看東南亞這個版塊 我想堅持是很重要的 剛才所說的 譬如我們會碰釘的 其實挑戰 尤其是創業 你由零開始就一定 有那個growth之餘 你一定會有很多 天天都會種種 淋淋滋滋滋的問題 你會面對到的 有一個堅持你才可能 今天不可以 明天不可以 後天會不會有成功的一些 Glimpse of Success 這個真的要靠堅持才會找到 那我想這個心態 或這個mindset是很重要的